陈平安在小镇第一眼看到这位少年呢 是在阮师傅的铁匠铺子 误以为是县令大人的伴读书童 第二次自称师伯催缠的少年主动搭讪 在牌坊那边跟陈平安说了许多稀奇古怪的内幕 之后一路跟随陈平安去了泥坪巷 还偷走了送集新贴在门槛上的春联 陈平安虽然始终没有从少年身上 察觉到类似云霞山仙子蔡金俭的杀意杀心 但是陈平安绝对信不过此人 希望能够静而远之 哪想到如今都快走到大骊边境 还给少年死皮赖脸的追了上来 陈平安又不傻 黄鼠狼给鸡拜年还能图什么呀 崔禅不露声色的瞥了眼少年发迹 那只碧玉簪子已经消失不见 照理说按照之前的约定 老头子会帮着自己铺垫一二啊 最少不会揭穿自己大骊国师身份 更不会将自己算计陈平安和齐静春的事情泄露出来 至于老头子为何如此大度地放过自己 甚至为何要跟这个分明大局已定的时候 走出功德林 崔禅根本就懒得去计算推演 跟真正的圣人比拼这个 实在是自不量力 尤其是当下他神魂分离 崔禅无论是修为和心力都已经大不如前 哪怕自己一路推演到深处 不小心触及老头子定力的规矩根本 就会沦落到这幅皮囊圆主人的境地 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白痴 崔禅问道 陈平安 你们在红竹镇枕头一一带 难道就没遇到一个穷酸老秀才 他没跟你讲清楚大致原有 陈平安皱了皱眉 崔禅仔细打拎着陈平安 觉得眼前少年神色不似作为 好吧 那我只好使出杀手锏了 不过事先说好 陈平安 我拜师如此心诚 你却如此推脱 那么接下来我的拜师礼就要减半了 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 陈平安二话不说就要转身 崔禅赶紧从袖子里掏出一枚黑色棋子 高高抛向一路旁边的无人处 这是杨老头交给你的消息 捏嘴之后啊 你就知道这件事的脉络 然后你来帮我证明清白 告诉陈平安 我绝不是贪图什么才来拜师 而是真心要跟他定下师徒关系 那尊阴神没有显露真身 能够滞留言语声音的黑色棋子 在空中怦然碎裂 瞬间化为积粉 很快 邻首依旧神色古怪的来到陈平安的身边 窃窃私语 阴神前卫说 杨家铺子的杨老头 要你相信这个叫崔东山的家伙 不会暗中使唤 去往大黎书院的路上 大大方方的让他做牛做马 随意驱使便是了 这样的弟子门声 不说白不说 不用白不用 还说此人今后与你荣辱与共 生死相关 不敢对你心怀不轨 陈平安点了点头 问道 他们是 崔禅笑竹颜开 他们哪 啥大个叫鱼路 俘路的路 小黑妞叫谢谢 姓谢明谢 也不知道谁给他取的这个名字 真是绝了 随后崔禅露出瞎子也不会当真的悲苦脸色 哀声叹气的说 两个都是卢氏王朝的行徒移民 真是可怜的很 谢谢之前就曾在山崖书院求学过一段日子 鱼路运气差一点 离乡没多久 我们大离就发起了那场大战 两人只得各自返回家乡 如今家国破灭 书院学生的身份便成了他们的保命符 如果我不把他们带出来 以后肯定会死在你们龙泉县西边的大山里 要么被某位山上仙人一个不顺眼就给打死 要么每天风餐露宿 早早的气力衰竭 不到三十岁就活活累死 所以他们如今呢 颇为感恩戴德 一定要称呼我为公子少爷 我怎么劝都劝不动 唉 不曾想有黑少女笑咪咪地说 既然我们的称呼反而成了公子你的负担 那我以后就不喊公子了 好在鱼路没雪上加霜 他微笑着说 我还是继续喊公子吧 习惯了 崔蝉转头呵呵一笑 谢谢姑娘啊 我谢谢你啊 林守一缓了缓 好像又得到阴神暗中传授的锦囊妙计 他轻声说 杨老头说这两人 咱们最好收下 百利而无一害 如果实在不喜欢姓崔的 以后可以用来当替死鬼 但凡有灾有难 全部让他顶上去就是 他身上藏着一件方寸物品 家底厚事 惊得起糟蹋 一直竖着耳朵 偷听的催缠勃然变色 跳着脚的大骂呀 杨老头 你个乌龟王八蛋 有你这么坑人的吗 陈平安 压低嗓音笑问 如果收下这两个人 以后就算是你们的同装吗 林守一苦笑 可能是吧 其实我和李宝平 都不清楚山牙书院的真正情况 当初马老夫子 带着我们离开小镇 也没说过这些 李怀一直偷看着 那名叫于露的高大少年 觉得像是个容易打交道的家伙 肯定比脾气暴躁的李宝平 以及性情冷淡的林守一 要更好说话 于露背着沉重行囊 发现李怀的视线后 这位卢氏王朝的太子殿下 笑着点头行礼 背着小绿书香的红苗小姑娘 则时不时与那位身材高挑的 有黑少女 对视一次又一次 与那次遇上木马老道人师徒三人 情况刚好相反 李宝平对昵称九儿的圆脸小姑娘 一下子就看对眼 对于这姓名古怪的少女 则一点都喜欢不起来 谢谢虽然面带笑意 看不出任何真实情绪 可是对于矮自己大半个脑袋的李宝平 少女内心意识不喜 初次相逢的小姑娘和少女之间 这种奇妙情绪 应该与任何道理都无关 陈平安望向崔辗 他说 于露和谢谢可以加入我们 但是你不行 崔辗收敛一切神色 生硬地问 为何 因为我觉得你不是好人 西路这边 没有一个人觉得这句话滑稽可笑 哪怕是最没心没肺的李怀 都感受到一股山雨欲来的压力 于露扭头望向后边 远处尘土飞扬 马蹄整齐踩踏地面 地面传来一阵阵沉闷的震产 大地如同被狠狠鞭打的贱民身躯 奄奄一息 只能默默承受 一股大离铁骑的雄厚军威扑面而来 哪怕只是三四十青级的队伍 仍是散发出一种粗力射人的杀伐气息 这让高大少年情不自禁地眯起眼 这边崔禅伸出双掌 做了一个弃尘丹田的姿势 尽量心平弃和地说 我之所以来这儿 是有个老秀才一定要我跟你学做人 你不收我做学生 没关系 我就以余露和谢谢的公子 以这个身份 跟随你们一起远游求学就是了 你们当我不存在 咋呀 陈平安点了点头 只要你别来惹我 不说什么学生先生的怪话都可以 崔禅刚要说话 大离骑军带着轰鸣声一闪而过 一直观察这只骑军所有细节的鱼鹿早已低头 还不忘用手臂遮挡封杀尘土 少女谢谢更是早早地挪不到一路外 眉心一粒朱砂质的少年崔禅 恰好还穿着一袭千尘不染的白衣 气势雄壮的大离骑军呼啸而过 崔禅默然站在原地 画牢式的少年满身尘土还张着嘴巴 却一个字也说不出口 李怀只觉得这一幕真是惨不忍睹 他小声地嘀咕了一句 惨是惨了点 灰头土脸的白衣少年 后知后觉地抬手抹了把脸 眼神恍惚 他呢喃道 这日子没法过了